你补偷拿了以后仍然可以申请赔偿 申请赔偿那么就界定 300米以内的所有的房子 我们都一户一户干过去 打塞洞那个地方大概有中心位置 跟村中心位置大概有500米差不多 里面打塞洞全部用炸药泡泡的 一泡泡就是整个村里面下地震一样的 震动不很大 现在是村民怕是怕什么 这一打下去这个房子的结构 这个影响很大的 这住人都有一点怕 地基裂开就是阳台啊 还有那个楼梯啊 还有那个窗口啊 裂开整个房子都裂开了 目前在我们村里登记的 有两三百户 这个洪水从那个山熬里面出来的 就是炼荡山那个石门潭 就是泄洪的时候 因为是两边那个山 中间就是河道的 排洪来不及 全部是淹没到那个镇烧去了 每年发大水的时候 镇烧那个产产省事都很大的 所以政府准备在那个哨游 石门潭的上游打一个山洞泄洪 到那个镇的下围 这样一个项目 这也是照顾人类嘛 照顾老百姓嘛是吧 他的规定是三百米 三百米之内面他都做这些 这个不是培草 他说补草的打给六十万左右 六十万左右 万有四十四家没有拿去 其他的都拿出的 这个不是培草 真正的在负责施工的 这个是我们浇水集团的一个副总 他在负责的 这个我们去监督事工方 我们是监督不住的 他是业主单位 要他去监督他 你这个爆破 对老百姓有没有影响 我们就承认 他们也承认都有影响 那么至于影响了以后怎么办 这个事情我们前期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处理 是吧 从补偿和赔偿 从那个村双委 村三委会议开始到村民代表大会 然后部分的代表会议 包括后来整个宣传 包括我们的方案全部都有 然后分为了补偿和赔偿 然后我们按照规定的时间 规定的距离 按照专业来讲 三百米以内的 他有补偿给他们 老人协会也出面 村里也协商 然后各户都定了 比如说老房子的可能是一切 然后房子稍微好一点的两切 是这样 那么这个钱由水雷出来 也是由施工方出来的 补偿拿了以后 仍然可以申请赔偿 申请赔偿 那么就界定 三百米以内的所有的房子 我们都一户一户看过去 把它开了 三百米以外登记的有两百多户 我们也派了一户人家 一户人家过去开了 开了以后把它登记下来 证据发送下来 然后是这样去做工作的 我们当时在协调过程当中 就是说原来他说最多是34公斤 也爆破了一次 34公斤 那么后来我们提出来 叫他第一个量要减少 炸药量要减少 第二个 你要提前公事 那比如说你明天要爆破 那么你今天要跟老百姓讲 要公开 第三个 他所有的东西都有监测的 他各个方位都有监测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